好貓陪梅時間又要開始 我今天為什麼要照呢 因為我今天買了很特別的東西 基佛 這很貴耶 他一斤要450 我這樣子買100塊全部給貝克威 我自己根本不用吃 因為他100塊就這樣子而已 而且小顆的450 大顆大概一顆就這個 兩顆三顆加在一起吧 大顆的一斤500 所以小顆沒有便宜多少 可是因為我是要打成那個貓石 而且我想說小顆的線體應該比較多吧 因為每一隻的這樣線應該比較多 所以我就買小顆一斤便宜50 我也是買 然後 其他就是 我買了這個是炒牛肉片 因為他這個我給貝克威吃 我拿給他當零食吃他反應很好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 雞肉打成肉泥 然後這就直接混在裡面 因為我還不用剪這樣子 然後今天買的是雞胸肉 因為他真的不太喜歡吃雞腿肉 但是 因為我買了雞胸肉 我就買牛油 這不是牛肉 這牛油 然後我有秤重 就是 基本上油佔15%到20%以內都OK 他還年輕不用吃到10% 而且他身材很好 所以說就是 因為這牛肉炒牛肉片的油沒那麼多 所以 這邊你大概就準備一兩百克 然後算一下比例 這樣 好 然後這個 乾還在解凍 鴨乾還在解凍 那雞心蛋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葵花油 葵花油就是 也是混在裡面 忘了要增加維他命E 還什麼的 對 然後 他的配料 我這次改用白芝麻 沒有什麼原因 就是換一下口味 應該黑芝麻比較好 黑芝麻 鈣質又比較高 然後對增加毛色又比較好 可是 吃一下白芝麻也沒什麼 因為其實他這次附餐 就是你不加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加了對身體比較好 那蛋殼粉是一定要的 這是一定要的 對 然後這是牛黃酸粉 然後這是他的點 然後 我今天放了哈密瓜 這個哈密瓜是好的 純粹是因為他不甜 那反正貓也不吃甜 就給他加一點口味 就跟 藍莓羊肉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今天是哈密瓜雞牛肉 對 然後因為他不甜 他吃了也比較不會糖分太高 然後增加一點香味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材料 就介紹一下 只是說因為有雞佛 難得出現 照一下 好 小伯伯 你的雞佛 謝謝各位的觀賞 我小伯伯的肉肉 好 那先這樣子 然後 電視再來 好美式